大家好,我是叶盈飞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金庸第一眼看到刘逸菲 就要指定刘逸菲演小龙女这个角色 究竟为什么呢? 刘逸菲有什么魔力呢? 可以令到金庸看到他第一眼 就一定要他做小龙女呢? 原来初时,金庸找刘逸菲演小龙女这个角色 是被刘逸菲拒绝的 还不止拒绝一次,是拒绝了两次 但是为什么金庸都坚持一定要找刘逸菲演小龙女这个角色呢? 原来金庸曾经在天龙八部那里 见过刘逸菲飞演这个黄玉燕 他就认定刘逸菲就是小龙女这个原型 所以无论用尽任何方法 都要请到刘逸菲飞演小龙女这个角色 结果刘逸菲不负众望 成为最受欢迎演小龙女这个角色的女演员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请按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